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拜登将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 就打击网络犯罪行为的国际标准进行磋商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据彭博社报道称 全美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科洛尼尔 向黑客支付了近500万美元才能恢复营运 消息指科洛尼尔的系统本月7日遭黑客攻击后数小时 该公司便已答应对方要求 已无法追踪的加密货币支付赎金 事件导致东岸多个城市汽油短缺 油价上升 多个油站出现出笼 出现恐慌性抢购 科洛尼尔发表声明宣布在周三晚上起 恢复营运 预料整个输送系统需要数日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总统拜登13日表示有足够的汽油 供人们加油 敦促油站不要涨价 他还表示网络攻击源自俄罗斯 但相信俄罗斯政府没有参与 总统拜登本周签署行政命令 鼓励曾发生致命 骇客攻击事件的民街行业 全面提升数字安全标准 行政命令提出了一系列增强联邦机构 网络安全工具的倡议 并要求软件公司向政府出售的产品 必须维持一定的网络安全标准 同时要求公司报告自身 是否曾经受到黑客的侵害 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 上周五曾遭到黑客攻击 以致需要关闭油管 到周三晚才开始陆续重启 并引发东南部的汽油抢购潮 网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首次申领事业救济的人数 跌落至47.3万 持续刷新疫情以来的新低 而首次申领事业救济的 四个月平均值为53.4万 也达到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 然而就业岗位的增加依旧缓慢 4月非农就业岗位新增26.6万个 远小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00万个 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的最小增长数量 很多雇主目前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今年3月总统拜登签署生肖的纾困案 扩大并延长了联邦额外失业补贴 以及失业金的申请资格至今年9月 一些经济学家和雇主认为 这一举措减少了人们外出工作的动力 从本周开始符合条件的民众可以申请获得 每月50美元的新冠疫情宽带网费折扣 去年12月国会通过了约9000亿美元新冠纾困法案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紧急宽带福利计划为联邦通信委员会 拨款32亿美元 用于让更多的人在疫情期间 可以负担得起高速的宽带服务 该福利还为符合条件的原住民家庭 提供每月最多75美元的折扣 另外任何抽入不超过联邦贫困县 标准135%的家庭都有资格申请 参加免费学校用餐计划的家庭 也有资格申请 此外符合条件的家庭 还可以获得一次性折扣 最高可达100美元 以购买相关宽带供应商的笔记本电脑 或平板电脑产品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疾控中心13号放宽了 对完全接种疫苗人士的防疫指引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 完全接种完精灌疫苗满两周的人 不再需要佩戴口罩也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不过 疾控中心同时指出 如果身处巴士 飞机和医院等人多拥挤的地方 则依然建议民众佩戴口罩 而如果企业有戴口罩或其他防疫规定 人应继续遵循 此外 在多周周四开始为12至15岁的青少年 注射新冠疫苗 美国至今已有1.54亿人 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占全国人口百分比的46 新增感染比率已降至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 新增死亡数字更是去年4月以来最少 为了鼓励人们接种新冠疫苗 加州长潭市政府本周表示 将向接种首计疫苗的任何人免费提供两张太平洋水族馆的门票 长潭市市长加西亚表示 目前已有60%的长潭居民和96%的老年人已接种新冠疫苗 但由于依旧有很多人对接种疫苗存有顾虑 因此当局将捷径所能鼓励更多的人接种 其中包括激励措施 据了解 门票将于周六在游市运营的接种站点 为任何接种首计辉瑞或莫德纳疫苗 或单计强生疫苗的人免费提供 该水族馆平日一张成人入场票的价格为36.95美元 另外在俄亥俄州为鼓励当地居民接种疫苗 州长德文宣布 设置百万美元大奖和大学奖学金的疫苗接种奖励 资金将来自现有的联邦新冠救济基金 活动从5月26号开始 接种过至少一剂疫苗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抽奖 获胜者将获得100万美元 抽奖活动将持续五周 每周三在俄亥俄州彩票中心举行 共有五名中奖者 此外还将抽选五名接种过疫苗的 18岁以下俄亥俄州居民 获奖者将获得俄州一所公立大学的四年奖学金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进程的推进 赌城拉斯维加斯渐渐恢复了当地的博彩业 本周博彩业巨头米高梅集团宣布 该酒店已获得内华达州监管部门的批准 以100%的客容量开放博彩业务 且人与人之间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内华达州博彩控制委员会表示 由于已有80%的员工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目前已取消了对多家位于 拉斯维加斯大道上酒店内博彩业务的限制 而对餐馆、游泳池和其他非赌博区域 80%的客容量限制依然有效 且游客仍需保持三英尺的距离 并佩戴口罩 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克拉克县 已有47%的居民 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美国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商特斯拉宣布 暂停买家使用比特币买车的政策 消息拖累比特币价格极错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 指比特币的开采和交易 使化石燃料特别是碳的使用速度加快 他指出虚拟货币在很多层面上是个好的主意 也相信有个光明的未来 但这不能等同于要对环境造成严重的代价 而马斯克表明特斯拉不会出售手持的比特币 受到消息拖累 比特币价格一度大跌超过两成 失手47,000美元整数关口 最新价格仅略微回升至47,000美元上方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我是小师 感谢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